跟各位同仁沟通一下 针对刚刚有12个案子 可能还不是那么明了 不是每个议员同仁都那么明了 我们那12个案子今天先不要审 那把其他的部分财经的部分 除了那个12个案子 今天把它审完就散会 那12个案子呢 我们就放在最后的顺序 最后的顺序可能是在 可能是在 民政设政的案子之后 就是说我们明天审教育 我念一下顺序 教育农林交通公务民政设政 这个部分完了以后 再回头来审这12个案子 这样子中间 实际上刚刚您有指定到82 可是82跟一直到88 所以82到88也一起就对了 好 那就是 838485868788 12加6就18个案子 就是18个案子嘛 18个案子对不对 你再确认一下18个案子 然后就是我们明天审教育 过来就是农林交通公务民政设政 把他们的案子都审完以后 再把这18个案子来审 所以中间有几个天的时间 可以让大家去财政局 跟大家做一个沟通 或者是需要去现场看 或者是需要做怎么样的 各位同仁需要怎么样的说明 由财政局来跟大家这样说明 这样好不好 好吼 那我们今天就把没有意见部分审完 请曾俊杰议员发言 报告主席是11个案子 因为不同意的待会就把它处理掉了 一共17 没有就是12加6嘛 所以是18个案啊 是有一个不同意的 有一个不同意的 所以是减一个17个案子 没有啊 昨天是13个案啊 昨天是12加1啊 13个一个是在交融 那个在交融 那个在交融 那个在交融的 好 来曾俊杰议员请发言 来谢谢主席 我想先刚才议长说财势放在后面 那我是希望这段期间 在在麻烦那个财政局 再安排一下 然后确实的通知各位议会的同仁 其实我是想说 是不是以后超过五百平安公司 要特别再跟我们议会的同仁 再特别再强调一次 我相信如果再特别强调 他们会比较有兴趣 因为在这段时间 希望局长 我相信有的选区可能有需要去看 以上谢谢 陈丽娜议员请发言 接着是邱俊宪议员 谢谢主席 我想先了解就是 刚刚我说这个 呃 我说这个 这个效益分析的部分 是不是有先送到议员的服务处吗 还是只有送我们所在的 要卖的这个点而已 因为就我所知 我只有在会刊前看到这些东西 我并没有看到这一本 请回答 有吗 有先寄到每个议员的服务处吗 有吗 我来说明 我们是照议会的要求 超过五百平方公尺 是 我说这个资料有送到 我们是送到议会 送到议会嘛 那所以 我们也是今天才看到这个内容 那还有议会的要求是 效益评估不是高雄市政府财政局内部 对于自己利益的效益评估 而是对于整个区域的效益评估 那我所看到的都是针对高雄市政府 如果做了这块土地的处分之后 所获得的效益是什么 我看到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对于周遭的土地的影响 比如说你们可能要看一下 这附近有没有需要停车空间啊 那这附近本来是做停车空间 如果你停车空间挪走了之后 那这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这里的土地如果卖了它的标售价钱是多少 然后对周遭的整个发展有没有提升的作用 我记得以前我们提的是这些类似像这样子公益性的东西 但是其实里面的内容并非是 都是说我们可以大概如果做地上权的处分 它的效益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是做短期的承租 做市场做停车场做仓库 它的效益是怎么样 这个都是对高雄市政府有利的部分 却少了对民众的部分 这个是比较 我觉得这是比较不对的地方 因为土地虽然说是室友 其实这些土地其实是属于人民所共有的一个福祉 你今天卖了进了市库 刚刚局长讲了一句说 卖了之后 你必须要有一些财产处分的效益 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 你一年到底现在要处分多少土地 然后获得了多少的土地的处分的收入 你明年编预算的时候才不会有困难 我想请问一下局长大概金额会是在多少 我跟陈议员还有各位议员报告 我们财政局今天提出来这些让售标售案 它都是住宅区跟商业区大部分 你预计你今年要处分出来的土地总价值是多少 总价值是多少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提出来 我先答复你前面的问题 是住宅区跟商业区大部分 当然有些是有一点点工业区 所以我的效益评估是针对住宅区跟商业区做效益评估 这是先说明 第二点 每年 现在这几年 每年我编的税入预算里面 大概每年大概39亿 39亿 那去年因为景气不是很好 去年没有达到这个预算数 全年有超过全年卖了超过40亿 去年卖了二十几亿 去年就有预告今年的景气的状态 所以也会知道 就是说在土地的处分跟卖的价钱可能会不尽理想 那但是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处分这一些土地所带来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现在处分的土地绝对都不是 就是说处分完了以后 对人民再成负面影响的土地 市政府就这个事情就先要缓一缓嘛 那一定是要在大家就是有利于市政府 又有利于民众 这种的土地我们才能够处分嘛 是不是 那依照这样的原则底下 我们就要看看就说你们的评估是什么 所以刚刚局长只提到两点 你提到就说你都是在商业区 或是住宅区去处分这些土地 商业区住宅区这块空地在这边 你们长期去做停车场使用的时候 他的停车的空间 本来譬如说这边如果可以停个一百辆车 那你这个一百辆车的停车空间不见的时候 周遭的整个停车空间的环境是造成什么样 有惠交通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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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交通局的资料吗 我没看到啊 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处理的是住宅区跟商业区 那交通局的停车场用地 其实我们有一些地 住宅区跟商业区 如果还没有处分之前 交通局会跟我们协商看哪些地 他可以开辟做临时停车场 是财政局把地借给交通局 只是借给他 但是我要处分 我要收回来处分 我能够了解局长所说的 但是在现场的居民 他就是一定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你只考虑到你的本位的立场 并没有考虑到就是说整体的状况 这个就不叫效益评估 我也不是要你评估的是 对于财政局所获得的效益是什么 而是对整体的市民的效益是什么 尤其是周遭的居民 这才是效益的评估啊 如果只为了市府好市府大量的可以去卖很多精华的土地 或者甚至是有人指定说我要这块土地 你就卖这块土地 那为什么我们要有意见 是不是 那问题就出在就是说他会对当地的居民生活上面造成影响的这种土地 你应该要先解决问题你才可以卖土地 那如果你没有这些评估我怎么看得出来 所以对于里面的效益评估 我看起来这个其实做的并不够精细啊 我光是看到这些东西其实内容大同小异 每一个效益的评估的方向大同小异啊 是不是 那所以对于这个部分我觉得效益的评估比看现场其实更为重要 因为我如果这个效益评估我看不出来 就说有什么必要性的话我为什么要让你卖五百平方米以上的土地呢 对将来高雄市的土地大家都说一块一块一直被卖 我们也负责我们也承受了相当大的责任啊 尤其在议会这个每一条都在议会的背书之下让你们去卖的 那将来土地不是卖不完的 虽然说有这么多笔的土地没有错 有的坐落在很偏僻的地段也不一定能够卖啊 是不是 那如果能够保有这些土地我们负债了这么多 我们还不断的去卖土地再去添在我们的这个预算里头再去处理 那我们还希望能够留一点给未来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的状况底下 要更审慎的去了解这些东西啊 所以我原则上觉得今天看了那个效益评估的内容我不甚满意 所以我觉得就说对这些内容 有 邱俊县议员第一次发言 五分钟 谢谢主席 因为我们是财经小组 我要捍卫一下我们召集人辛苦在小组 审议之后送到大会来的结果 刚刚有其他的同仁的意见我都尊重 只是说的确在 4月20号的公文 其实有发给全部的同仁说要去看这80几笔的土地 那的确一笔一笔去看 刚刚召集人也有表达 我觉得有一些事实的陈述还是要让大家知道 不要让大家误会好像小组没有按照之前 上一届议会的附带决议去执行这些事情 那这些效益评估我想请教一下局长 这些效益评估其实不是今天才这样子写 对不对 是从第一届的定期大会 某一次的附带决议开始就有这个东西 我觉得如果这个附带决议是大会做出来的 我们要求市政府去遵守 这是我们身为议员必须要去尊重这个体制的 不过要做什么 这自己不是第一天这样子写 所以局长你先请坐 我会觉得说其实这本效益评估的资料 其实应该是放在每个议员这个位置上 从这个会期开始就在这里了 意识组是不是这样 你们微笑的点头 所以我觉得主要有提供 意识里面其实如果大家对于个案有意见 其实大家做实质上的讨论我觉得OK 可是 事情已经是尽情已经去做了 我们每个小周分工的意义是在这边 然后有邀请大家 那至于说刚刚那个 国民党团的曾俊远总长讲的那个建议 我觉得也不错 如果真的是比较大比的 真的是有些是 效益评估里面有针对地上权去评估的状况 其实会比较有一些争议的 的确挑几个个案 邀大家去看 我觉得这是好的 但是 不过 要在这边跟医生报告 要跟台会报告 很多工作 其实小周已经做过了 小周也有这一案一案 真的是一案一案的去看 然后又挑出来问他们 我觉得刚刚的一些讨论 好像小组的存在的意义好像就 好像没有做这样的工作 我觉得蛮可惜的 当然小组是去替大家分工业 因为其实像 刚刚赵几人有讲 有一些案子是在小组里面 其实就不同意了 所以这一些讨论 的确在议事厅里面 做一些更多的讨论 捍卫市民的权益 看紧大家荷包 这都OK 只是 没办法比较 我感觉就是 我们社会组 其实有做这些工作 也要補给大家知道 所以 其实局长我这边请教 这个效益评估里面 到底怎么样去 裸列更有效的资讯 让大家在审议 因为 这是你们的责任 局处怎么样提供更好的资料 让大家在审议 这些的案子时候 是可以更有效益的 不是说你们觉得这个OK 要让我们看不到 所以这来両局长那时候 到底是怎么散称说 这些效益评估要这样子的内容 局长是不是 还是中央的 中央的标准就是这样子 你不是简单说明一下 谢谢议长 还有谢谢邱议员 我要 也跟各位议员报告 当时议会要我们做效益评估 就是有几个意见 第一个 这个地太大了 是不是不要把所有权卖出去 能保留在手上 也就是地上权这些 是不是可以用地上权的方式 或者用什么VOT的方式 保留我们市府的地上权 这是第一个要我们评估 第二个 就是说 这些土地 我要说明的是我们市府拥有的土地 我跟各位报告 上面上我们有三兆多 用公告限制 当然大部分是公用土地 包括停车场用地 这个 其实你要做停车场 是要去注视那些停车场用地 我强调的是今天我们做的是住宅区跟商业区 就商业区 这个部分我效益评估就是 这个地方不适合做地上权 也不适合做其他的开花 我们效益评估的结果就是用让售标售 对市府最有利 不用再花很多的管理成本 而且我们把这些地 卖出去之后 盖了房子 或者我们还有税收 我们还有收入 是这些 我觉得有一个论点你要接受 就是说不是只有对市政府最有利 对整个市民 对整个城市的发展最有利 这才是重点 那未来的效益评估 要怎么样去罗列更有效的资讯 可能局里面 我这边是 这是局里面的责任 怎么样去 比如说我们曾总招呼其他议员 大家对的内容 因为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 可是 我刚刚卖这虚工 取得一个最大的平衡 然后把这个资料 就是提供给大家 不然大家没有一个论 一个基础资讯的平等 在这里要讨论 有一个共识 其实不容易 那我们也不希望是 就是 看得尊贵 这也没附近人 我想局里面 应该也不是这种的态度 所以其实我 局长也先请说 我要表达说 很多工作在小组里面 其实召集人的领导之下 其实有 很认真的去处理 好谢谢 那这样子是 小组 也谢谢小组 在四月的时候 有通知所有的议员去看 那个 五百平方公尺以上的土地 也确实排了行程 那其实有点遗憾 就是说 也很多议员没有去看 那下次请 议会工作人员 一一的在通知 所有的议员 再提醒议员 让大家知道说 排在哪一天去看 这五百平方公尺以上的土地 这样子 比较有助于我们整个议事的进行 那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我们先把 小组里头 没有意见的部分 先审 大概有二十个案子 左右 那我们今天就先审到这里 结束 这样子 大家有没有意见 那我念一下 你们是不是都有这一本 有 那我念 我们等会要处理的案子 这样子 专门委员也比较好 好处理 等一下要处理的是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九 六十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八 然后七二 七三 七四 七六 七八 七九 八十 八一 八九 九十 九一 还有一个交通局的一个案子 交通局的案子没有在今天 到财经就是到九一 专门委员这样对不对 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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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六七是不同意啊 六七我刚刚没有 我刚刚有念 六七就是等一下要一起念 一起敲过 好不好 要不要再念一次 我再念一次 我要念的是今天要处理的案子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九 六十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六 七八 七九 八十 七八 八一 然后再翻一页 八九 九十 九一 准ừng 八八 六 五 五 七 七 七 八 請看財經列第五十四號案 案由 請審議本市入竹區竹蘭段486至4D號一筆 出資是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0.22平方公尺 你完成主份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裁意見同意辦理 請審議 五十四號案有沒有意見 同意辦理 請看財經列第五十五號案 案由 請審議本市入竹區竹蘭段 610624D號兩筆 出資是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三十六點六億平方公尺 你完成主份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裁意見同意辦理 請審議 有沒有意見 同意辦理 請看財經列第五十六號案 案由 請審議本市大樹區徒角錯斷 610624D號兩筆 出資是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三四點五八 合計七點五八平方公尺 你完成主份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裁意見同意辦理 請審議 五十六號案有沒有意見 同意辦理 請看財經列第五十九號案 案由 請審議本市前經區後經段三七四零地號 八五九八六零建號等四筆 市有非公用房地土地持份建議建物掛湖 含共有部分持份面積分分別為三十六點五六 即七百八十點三億平方公尺 你完成主份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請審議 五十九號案有沒有意見 同意辦理 請看財經列第六十號案 案由請審議本市前經區文東段 六三七六三八六三九地號等三筆 市有非公用土地 並集合計為三百四十平方公尺 你完成主份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不同意辦理 六十號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不同意辦理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照審查意見通過 六三 請看財經列第六十三號案 案由請審議本市三明區灣新段 一七四之二一七四之三 第號兩筆 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分別為六十九點五七二十六點一二平方公尺 你完成主份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請審議 六三號案有沒有意見 同意辦理 請看財經列第六十四號案 案由請審議本市前政區經貿段一小段二十五地號 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四百六十五點四八平方公尺 你完成主份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 一同意辦理 二附帶決議 與地政局所有林地 抵廢地合併辦理標售 請審議 各位同仁沒意見 陳麗娜議員請發言 五分鐘 這塊土地跟下一塊土地 可不可以等一下說明一下 大概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其實面積只差了一點點而已 差異並不大 那他們所在的位置大概兩塊的 所在的六十四跟六十五的狀況 大概是怎麼樣 可能要做一下說明一下 另外因為這一塊土地 如果下一塊是不同意辦理的話 照道理來講這一塊其實 他應該 不會是太遠的地方 那他如果他所在的位置 是不是先有比較詳細的背景 我們再來確認一下這塊土地的狀況 好不好 是不是請財政局先做個說明 好 謝謝議長 請兩個案子一起說明 一個五號案 一個二十五 一個二十五第一號 一個是五號第一號 六十四號案 這一塊土地 是我們地政局重劃 我們私有地分回來的地 那我們這個地 因為旁邊就是地政局的 我們希望 因為地政局的 那個底費地 不用送議會審議 那我們的地要送議會審議 我們送到議會 如果議會給我們通過之後 我們會跟地政局一起來標售 那財經委員會也是給我們這樣的解議 這是六十四號案 這樣一起標售的話 那都是空地 會比較有價值 所以地政局這塊土地 本來就打算要賣了 對 我們說好的 我們要一起併標 併標 那六十五號案 但是他們還沒確定什麼時候要賣嗎 對不對 他現在等我們 這個程序完成就會 好 那六十五號案 各位看圖 就是旁邊 我們現在的是 金茂段二五地號 那旁邊還有四有地是公務局 公務局上面還有一些地還沒有處理好 所以財經小組 現況照片 現況照片 對 所以他還沒有交回 孟時代的後方 對 就是公務局那個地還沒有交給我們財政局 還沒有處理好 所以 財經小組給我們議 是消防局嗎 不是 就是旁邊的地 是我們公務局分道的地 是公務局分道的地 那這一五地號是我們財政局分道的地 照講說 我們程序上是 公務局他也不是在賣地 是我們在賣地 他還沒有完全交給我們 等到這個程序完成 財經小組說 那一起整塊來標售比較有價值 所以暫時不同意 對不起 你剛剛說不同意的原因是 就是 要等公務局 就是公務局分給公務局還沒有移轉給我們財政局 這個程序還沒有完成 那完成之後 我們 整片 再一起處理 看一下地基圖 會比較有價值 看一下地基圖 65號案看一下地基圖 是不是公務局那塊旁邊市有地 要跟他一起處理 所以財經小組說 等這個程序完成公務局交給我們 那一起來併標 一起來賣比較有價值 這個案子 小組是不同意辦理 是 好 以上 謝謝 那回到64號案 64號案跟65號案其實有 有一點距離 一個是一小段 一個是二小段 並沒有連在一起 這兩塊土地 他是經貿段 一小段 然後65號案 經貿段 二小段 所以他們並沒有連在一起 64號案 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是同意辦理 但是也做了附帶決議 就是要與地政局所有的臨地 這地圖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還有抵費地合併辦理標售 各位同仁對於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的話就照審查意見通過 65 請看財經列第65號案 案由 請審議本市前鎮區 經貿段二小段五地號 室友非公共土地 面積為560.23平方公尺 你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不同意辦理 請審議 65號案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照審查意見通過 也就是不同意辦理 請看財經列第66號案 案由 請審議本市前鎮區 新南段十三地號 國市共有 非公用土地 室友土地持分 二十九萬分之 二十九萬一千兩百五十一分之 三萬零一百 值分面積為一百七十五億平方公尺 你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 一同意辦理 二 互帶決議 並臨邊國有地 並臨邊國有地 一同辦理標售 請審議 請看一下地圖 所謂的臨邊國有地 到底是幾塊 四塊嗎 指十十十十一十二十四是嗎 請局長回答 不是 這一塊地我們的池分比較小 那這一塊國有地的池分比較大 那財經委員的意思就是 當然是跟國有地一起來賣 技術上可行嗎 不同的所有圈 我們只要跟國產署講好就可以 講好就好 各位同仁對66號案有沒有意見 請 陳美亞議員 因為看不到臉 有看到手沒看到臉對不起 陳美亞議員五分鐘 謝謝主席 那局長本席這邊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說因為這一塊是國有地跟市有地 你們共有的 那你們現在是先標 因為我看你們的詳細的數字上面看到是說 你們指標售我們現在市有地的部分 但是附帶決議我們看到小組這邊說 要跟國有地一起 那你可以再更清楚明確的告訴我們一下說 現在標售的話是到售你們的公告 會是這全部的內容 還是說沒有還是拆開來的 到底是怎麼樣情形說明一下 請說明 謝謝議長還有謝謝陳議員 這塊地其實還蠻不錯的很方整 那我們是跟他共有持分 那因為國有地不用經過什麼立法院 只有我們市有地應該經過民意機關通過 他現在等著我們程序完成之後 我們就會延商共同會去估價一個價格 如果他們先估我們就尊重他的機制 如果我們先估他會尊重我們機制 反正就是合作來標售這一塊地 所以現在標售的主體是國有 現在國有地的話標售主體可能會是誰 整筆地他持分比較大原則上由他來標 那國有地是哪一個單位來負責標 國產署 南區分署 所以等於是到時候我們是不會在我們財政局的公告上面看到這一筆 而是說可能有意願要去標售這塊土地 他必須去看那個國有財產署他們的公告 是這樣的意思嗎 還是你們在財產還是在財政局的網站上會註明 說他什麼時候會會標售 但是請大家要去那個國有財產署 原則上其實是是國產署的公告裡面會有 我們這邊沒有 但是今天你提出來 我們會把這個信息公佈在我們財政局的網站 那並且本席政也要了解就是說 因為就像我們看到這塊地其實很方正 他全部的面積是二十二萬嗎 一百七十點五一平方公尺 一百七十點五一平方公尺 這是只有高雄市政府 五百多平 五百多平 那所以以這樣的一個這麼方正的一個面積 有沒有可能也許你們也是可以考慮建議他們是用設定地上權的方式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還是說有沒有可能是未來 因為這麼方正的地未來對高雄市的一個開發來講 或者說招商來講會不會更有益處 這一塊是住商用地 你一般住山 住宅的住山用地 大概要做地上權要有他原則上商業期才有地上權的條件 坦白說 所以這塊原則上應該這樣聽起來 你們還是就是就是標售的方向來走 那我所以本期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目前剛才局長有講高雄市的資產大概你說有公告限制是大概三兆左右的價值 那麼如果依照你們這樣的速度在賣的話呢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這三兆左右的資產 依照這樣的方式 就是說可能你們在評估說 因為他的土地使用面積是不能夠 土地使用的現況 他也許是住山 他不適合去設定地上權等等之類 那麼我們市有的地 勢必會造成就是很多的民眾或是議員們的疑慮就是說 賣完就沒有了賣完就沒有了 高雄市政府自己所持有的土地就越來越少 那麼你可以告訴我們 在你們現在一直去處分這些土地的情況下 三兆是公告限制嗎 那未來會也許再往下跌不一定嗎 對不對 那以你現在講三兆限制的話 我們還可以賣幾年 我跟陳議員報告 三兆的土地其實大部分 我坦白說 大部分是公用土地 是不能賣的 非公用土地大概有 有目前有六七百億 那現在清查出來 目前我財政局手上大概有三百億 三百億左右 那三百億我現在一年 土地可以處分的意思是不是 我現在馬上可以 用公告限制 對公告限制 馬上可以提出處分三百億 但是我現在一年預算是編三十幾億 光我手上不再清理的話 至少還可以賣十年 十年 那還有很多還沒有清查出來 所以十年以後 高雄市政府如果需要比較大筆的那個土地去做 就沒有辦法了是不是 不是沒有辦法 我說三兆大部分是公用土地 百分之九十幾 那邊是不能動的 不能變賣的我們不要貪 現在非公用土地 非公用土地 現在賬面上有六七百億 但是我現在已經處理 已經可以處分的三百多億 那我現在每一年我控管在三十幾億 所以目前可以馬上可以馬上出售的賣十年還有剩 第二次發言五分鐘 好 謝謝主席今天人很好 謝謝 局長麻煩你喔 是不是可以再把剛剛本席要求你們那個詳列 就是你一直講說三兆 那可能很多的市民大家會不是那麼清楚 那請你依照你剛剛的說明喔 針對於不可以變賣的其實是有哪些 那麼你們現在就照你剛剛所講可以變賣 你說其實還可以賣十年 但是高雄市政府未來應該是要永續經營下去的 那你說只有賣到十年 這個我們蠻擔心的啦 那沒有關係 你是不是也把這個部分資料你至少先送進來 讓我們決定說 議會同仁也比較知道說 到底你們一年賣大概三十億左右 這樣的速度是OK還是不好的 我跟陳妮媛報告 我跟陳妮媛報告說 縣市合併之後 其實我們最大優勢就是土地變多了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我剛剛講的三兆 大部分的土地 是公路用地啦 什麼機關用地這些都不能賣 這個不可能 道路把它封起來賣掉 這個不可能 大部分是那個 我講的是非公用土地 目前帳面上就有六七百億 目前帳面上 那我們地震局如果一直開發 就一直會產生出來 那我說的三百多億是目前我手上 就只要送到議會通過的 我馬上可以處分就有三百多億 光這個目前可馬上變成就三百多億 你也把你說地震局它未來做開發 那麼他們預估可以再釋放出多少 這個你們有沒有一些評估的效益 你也是要提供讓 不然照你所講 現有我們看到 十年後我們就沒有土地了 還有一個現象就是 有些公用土地檢討之後 可以變成非公用土地 我是覺得 台下很多的這個議員同仁 大家都覺得說 哇高雄 不會啦 我們土地真的很多啦 很多也不能亂賣啊 也要謹慎處理 說這樣不像土地很多 土豪的口氣 以後講話要謹慎一點 六十六號案有沒有意見 照審查意見通過 你看財經列第六十七號案 案有 請審議本市小港區港和段 一小段一五八之三 一六七之四第號等兩筆 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合計為四百零四平方公尺 您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請審議 六七號案有沒有意見 理雅經議員 請發言五分鐘 主席謝謝 局長我想請教一下 這塊地 我看你有兩筆地號嗎 就圖字上面看一百 一六七之四第一號是指哪一塊 前面 那個那個 小港路旁邊 那裡面有一個私人土地對不對 那私人土地它有沒有零路 它有零路嗎 局長請回答 請回答 就十幾年它有零路嗎 那裡地圖都寫得很清楚啊 整個 沒有零路對不對 那你們有沒有去協調說 他們有沒有意願把前面 就是為了人家的零路的那個 你有沒有去協調 是不是讓人家可以 同行 或他們有沒有優先購買的權益 或者是 有沒有去考慮這些 謝謝 來請回答 就是像一個匕首的這塊地 對不對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這個案子 因為它其實之前他們 地主有先來找過 我們科說要申請基因比合併 那其實它的基因比合併 因為它就是沒有出的問題 就成為議員什麼講的 可是讓它的地是到後面這邊都是 那邊也是它的 底下這個也是它的 對 那是一個家族 所以我們也就是說 我們不用去考慮到它 有沒有零路的問題 也要考慮到它 後來就說它沒有那個需求 所以它們那個部分 就沒有走讓收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這個室友可以留下來 也沒有用它的形態就很奇怪 所以才由我們開發客人 是不是可以看下一張 我剛剛有看到照片 因為老實說你們剛剛送來 你們今天送來的資料 不清不楚 都是黑白的也沒有照片 本席在今天以前來看過我的位置 你們並沒有把資料送過來 我研究室也沒有這份資料 所以剛剛 是不是小組還是誰說的 有放到議會讓我們參考 並沒有 對著財經 我在財經稍早 三年的時間 拿到六個月期 我一直把你們強調 你們要去我心 認可的案 我們都絕對配合 問題是 你們怎麼先提供資料給你們 讓我們可以去了解 後 才不會 褲褲褲褲褲褲褲 這塊 四百零四平方公尺 這麼大 你們又又不會賣 你怎麼看完 你想 彈金仔這麼說完 我就覺得 對 你們拿來標授我覺得 我認同 而且 它長的那麼奇怪 買賣賣給誰 kunnen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單純 你們就送這張ół張進來 404也沒有土地沒有任何資料就只有這幾行文字 其實不要造成我們議員之間的一個那個 大家鼓聲鼓聲 這樣好不好 請你們改進後一個月期開始 你們的資料請你們提早散起來 好不好 可以嗎 局長 可以 我跟 你先回答我的問題沒關係 你們給我們的資料裡面沒有 還有 有 站在這前我有進來 我沒有看到這份資料 因為我有聽說你們要協商五百平以上的 所以 我想說來瞭解看看 還有 你們小組說要出去看土地 有時候小組的行為多少人去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們沒意義他聯絡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到底真裡面有什麼利息性 我說啦 你們財政局對著小組的行為就沒有什麼尊重的 哪有可能六個議員你都對得到 規篇資料你知道嗎 你自己要賣 要讓售 要標售也有規篇 對嗎 你這月期怎麼規篇出來 讓售跟標售 怎麼規篇 讓售四十九案 標售 算不出來 你也比較注重你自己的工作好不好 你說沒有 我們公司六個月期了 我們公司六個月期了 你們的時間 我知道怎麼說就該不會 我們公司六個月 要好好知道你們造極人 很好想 都知道你們在請罰兵 有時報警的議員都是這樣 我們沒想要瞭解 可以 我們幫你支持 想這樣說說 我覺得很棒啊 因為我也會怕說 你們沒注意到說 那筆土地的私人的筆 你不去讓人有淋路 人未來要出業 自己 比如說別人的大家互相 人家又在那裡訴訟 所以你們有注重到 他們阿正在這裡幫你 幫你學路 因為你們有去考慮到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有看到你們的介紹問題 因為現在那些照片看起來有沒有 你那個158-3跟167-4有沒有 有什麼介紹不一樣 沒有 我們在評估價格 李亞軍議員要不然第二次發言 有公告限制的那個種子 還有我們有預估的市場價格 在這邊要跟李議員報告 我們送的提案裡面 也有處分清澈 也有地基圖的藤本 是沒有相片 相片是在我們這個時候 有秀給大家看 我們一向都是送議會 就是送清澈藤本 藤本就剛剛那個圖啊 都非常清楚啊 你沒有說你送的不清楚 今天以前我並沒有看到你 剛剛是在 一般都送到我了 我只是將事實說 我們都送到議會 都照議會的規定送 是這樣而已啦 好 先請 局長請坐下 我來請問一下議事組 議事組 下次是不是可以請求你們 因為 老實說 我是比較早有看到 我是比較早有看到啦 但是可能沒有每個議員 他都看到 是不是要逐一的聯絡議員說 已經把要審的這些財經 這個財經這次有三本嘛 三本送到議員的手上 或者是送到議員的研究室 因為每個人的需求不一樣 那再一一的讓大家確認一下 譬如說如果是送到研究室的話 他可能本人不知道 又正好這兩天沒進去的話 那是不是也另外單獨的通知一下 免得有所誤會 因為我是比較 我上禮拜應該四月 四月我就收到了啦 四月我就收到 那有的議員他可能沒有收到 所以請再通知一下 免得有所誤會這樣好不好 第四組拜託你們 剛剛講到六十七號案 六十七號案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同意辦理 請看財經列第六十八號案 案由請審議 本市沿城區沿中段五零七D號 稅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七十一平方公尺 你已完成主份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請審議 六十八號案有沒有意見 有 六十八號案同意辦理 休息